作词 李宗盛 当一缕春风吹开风情宛中 你是否愿为他回眸 当一红滚滚滚浪潮湿如青龙 谁已生后真将动 香头儿里不是惊奇 用残存的瓦礼来撑起一片土地 是风不雨不货为情 低头与孤孤 抬头又欢喜 那个梦就是我的 的情 这一上午 一直都在担心你 哪有时间工作呀 你们少说没用的 任务是昨天晚上下发的 任务完成 在哪儿啊 这个 对 在那地盘里 这个文件夹 对对对 今天下午 创新接二连三地打电话过来 要约见你 他未懂小算天算地 也算不到他自己的儿子 会在我们中发这里啊 看来这一次 他是真的着急了 我能感觉到他真的很迫切 他着急我们不着急啊 明天早上我回香港 跟他们讲我没时间 好 我去安排 五七七五七 对 速回家 连呼五遍啊 连呼五遍 好 你终于回来了啊 今天你怎么这么早啊 等你啊 等我干什么 帮帮忙 你还有要我帮忙的时候 不是又要借钱啊 瞎仔啊 瞎仔现在啊 在人家公司研究东西对付我 你帮我跟他讲一讲 我讲什么 你那么有本事啊 把他直接关到你公司了 你还要我讲 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他不接呼他也不回 要我我也不接啊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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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为什么就你这态度 为什么要接你电话啊 我现在的这个实验室 非常急切地需要他加盟 你知不知道 我要知道他是什么想法 有什么意愿 如果他愿意 我就跟中发展 把意围收购过来 是不是 但是他 这个小子 他不跟我见面 我 我没有办法讲啊 你帮我 把他约出来 你不是说 我没把他教育好吗 你看你 你不是说你这个儿子 不够优秀吗 那你说 他到底优不优秀 优秀优秀 非常优秀 我教育得好不好 好 你功劳是最大的 那怎么样 你帮帮我把他约出来 我帮你有用啊 你帮你 你不要这样啊 我可是帮过你的 你那个华商 华商那个杂志承包下来 是我帮你的 你帮啊你 你不帮我啊 你跟我谈条件啊 不是真的 求求你求求你 快快快 你的手机 你给他打一个 他看到是我 他就不接 你不要这样啊 你不用拿了 没用的 你犯我包有什么用啊 你帮帮忙把他约出来 他在人家公司 这不是养虎为患吗 姐啊 我知道养虎为患 所以我现在跟你讲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吗 有时候你讲话那个态度 真的是让人接受不了的 不是谁都能接受 我爱你啊 我可以理解你 那我公司那么多员工 我我讲话 员工是员工 你儿子是你儿子 一样吗 那不是我真的不帮你啊 我是认为呢 这件事情你真的要解决 还是让你自己亲自去跟他谈 改变一下态度 好好谈 听懂没有啊 你听不听懂都这样了 我去洗澡了啊 一身臭汗热死了 没有人 你还没有人 他有什么东西 对 没人 真是没有想到啊 你是中发幕后的老板啊 没错 就是我 从事冤家不剧头啊 这一次我求你 放过我的儿子下来 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的 我没什么条件的 我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你魏东翔 输给我陈大摇一次 夏仔 我们说好 现在就是先试着交往 如果你觉得我们不合适的话 你千万不要骗我 一定告诉我 那我就会离开你的 阿娇 我向你发誓 我魏斯坦一辈子都不会欺骗你 我就是觉得 心里不是很踏实吗 娇娇 我们是因为现在刚刚在一起 所以你才会有些不适应 等我们在一起久了 你就会适应了 好 不 不 都没有 好 阿翘 您先回去吧 来 喝杯冰咖啡 降降火气 你小子可以啊 偷偷摸摸说了这么多事情 爸爸都不知道 怎么样 这回一定要回到创新啊 你放心 中方给你什么条件 爸爸一定比他的条件好 你放心 这次不会像上次那样 只比人家多一点点 不会的 爸 你还不明白吗 我不去创新不只是因为钱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喜欢搞科研 搞研发 但爸爸真的不知道 以为这个实验室是你搞出来的 如果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 我一定会支持你的 我是您儿子没错 您是我爸也没错 可这并不代表我必须要为您工作 你看你看 你看你 你嚷什么呀 我们父子俩可不可以好好讲话呢 出那么多汗 那么大火气啊 来来来 擦一擦 来 擦一擦 上阵副子兵 上阵副子兵 就算你不来我的公司 你也不能跑到我的竞争对手那里去啊 你帮着人家来对付我 你觉得合适吗 对手 您说中发吗 是啊 中发又怎样 市场竞争 本身就有生有死有胜有负 所以我在哪儿我为谁工作 这根本不是重点 重点是中发是陈大瑶的 陈大瑶 这跟陈大瑶有什么关系啊 我之前一直找他那个秘书 我让他介绍给我幕后老板是谁 一直不肯给我介绍 我今天这个车子堵在他公司门口 我跟他谈了 我想让他把义为卖给我 我让他开条件 但是他不同意 所以你就来找我 想说服我 对吗 我们是不是一家人啊 我跟中发有一纸合约 不可能违约的 你跟我谈条件 我没有跟您谈条件 我说的都是事实 对不起 咱们没有办法继续沟通 我先走了 魏斯坦 只要你回到创新 爸爸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魏斯坦先生 魏总 您的一维实验室服于中发公司 创新跟中发的市长难 一直没有停止过 可是您的父亲 又是创新的总市长 创新和中发一直在争作你 创新和中发 在之前的苏总之争过后呢 也一直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魏总 现在创新和中发都在争夺您 一边是傅子晴 一边是老公家 现在知道意味是您儿子的 您的去运营有什么打算吗 对不起 我个风高 魏总 你敢说两句吧 魏总 现在知道意味是你儿子的 请问您有什么感想吗 魏总 魏总 您对意味的未来有什么看法吗 魏总 您跟中发有没有接触呢 您对意味的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魏总 不好意思啊 我们魏总现在暂时不接受采访 您对意味的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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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夕跟朱宽的市长之争 您有什么设想吗 魏总 您再说两句吧 魏总 您说两句吧 魏总 您说两句吧 您对意味的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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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上报纸了 看 你们知道 这论坛里都炸了锅了 内容比报纸上还丰富呢 我总觉得 这应该是有人在网上爆料 混蛋 会是谁呢 我想了一下 我感觉 应该是中发所为 我之前把事想简单了 我以为我爸看不上我 那中发找咱们 咱们能赚到钱 就做事呗 对啊 结果根本不是这样 中发其实就是想用我 来打垮我爸的公司 我爸看不上我 那我也不希望这种局面出现吧 所以现在 媒体一直拿我跟我爸的关系 在做文章 想打垮创新 打垮咱们 而且 你知道中发的老板是谁吗 谁啊 陈大瑶 当年带我弟弟去香港那个 这么多年一直跟我们爸作对 中发 不可能吧 也对 你们想 这创新不会自己把这事捅进去 那除了中发 没有别的公司了 对啊 但是中发为什么会这么做呀 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吗 我们现在可是为了中发在卖命啊 我可听说啊 我爸想买一位 那中发又是这么做的话 那他太阴险了 这些别说了 这样兄弟们 这两天咱们加把劲 赶紧两个天之内 把这测试结果拿到 赶快了结这个项目 但 可是项目结束 也不代表 结束跟中发的合作啊 别想那么多了 我吃完了我先做 好 你看 你看 肯定是背后有人搞鬼啊 我都打过招呼的 也说得好好的 这林医刷了 把咱们都弄上去了 把咱们都弄上去了 这林医刷了 把咱们都弄上去了 这事儿 恐怕咱们是着了 人家的道了 以前啊 我们只是把中发 当成一个 普通的竞争对手 谁知道 中发背后是陈大瑶啊 不过人家陈大瑶可说了 是咱们瞎仔有本事 人家才用它 纯属巧合 是 事往毫里想 人往毫里做着没问题 但问题是 现在瞎仔做的这个东西 刚好冲击了咱们的市场 早知道瞎仔这么有本事 让他给咱们创新做 就没有中发什么事 异围实验室 姓魏 必须是创新的 这次数据不错 是啊 坚持就是最后的胜利 陆总那边应该挺着急的 催了好几次了 这样 这组数据的事 先别告诉老总 你是想好了 不过啊 兄弟们 我的决定 可能会让咱们失去 丰厚的报酬 好啊 咱们谁跟谁啊 瞎仔 你只要往前冲 兄弟们就跟着 没让话的 好 那你们先歇着 我出去一趟 您找哪位 我想找一下你们陈总 上去吧 谢谢 您好 我想找一下你们陈总 请问你有预约吗 没有 你跟他说 有一个叫魏斯坦的人 找他就好了 好的 请您稍等一下 喂 陈总 有一位叫魏斯坦的人找您 好的 请问这边来 谢谢 陈总 请问这边来 哎呀 都长这么高了 坐 来 这第一次跟我喝茶 姚叔 真没想到 长大之后第一次跟您相见 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 是啊 我也没想到啊 小时候啊 你还真的是淘气啊 可是现在呢 竟然成了中发里面 我最为看重的项目研发负责人 所以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的身份 您不见我只是故意要躲避我 所有项目都让乐男跟我对接 并不是啊 我看重的是你的才华和能力 你呢 也需要一个舞台展示自己的才能 各取所需吗 其实 我和我的团队真的非常感谢您 真的 我们是非常幸运的 大学没毕业 就可以独立研发项目 甚至我还有了自己的实验室 包括薪酬方面 也远远高于任何人 我非常感谢您 这个呢 是你应得的嘛 你做你的项目 我付我的钱 很简单呢 对了 你们现在研发的那个项目 进展得怎么样了 已经通过测试了 随时可以投入生产 是吗 太好了 我呢 这就通知乐秘书 让他跟你对接新品上市的相关流程 喂 乐男 到办公室来一下 看到没有 市场经济嘛 瞎仔 这就是你的价值 姚叔 这是我最后一次为您做项目 最后一个项目 什么意思啊 我要离开中发 离开中发 小仔啊 我记得 我们好像刚刚 签过一个长期的合同来的 这个我知道 不过我不希望 我生产出来的产品 是中发制衡创新的力气 而且我不想做任何人的棋子 好 小仔 你来中发这么长的时间 我呢 投入了最好的资源来支持你 还有你的团队 这你应该很清楚吧 我当然清楚 所以 我今天是代替我和我的团队 会来感谢你的 你应该感谢的不是这个 你应该感谢我 陈大尧 让你找到了存在感 我实现了你脑子当中所有的想法 投入到市场中 让更多的人用到了你研发的产品 这种成就感魏东小给得了你吗 魏东小从来没有认同过你的价值 甚至忽略你的存在 他现在觉得你有价值了 需要你了 所以 你觉得他的这种认同 有说服力吗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不想再徘徊在你跟我爸之间了 好 好 就算呢 你离开中发 但是 毁约的赔偿你有考虑过吗 还有 按照合同来讲呢 三年之内 你是进入通信领域的 就算创新也不可以 你是在威胁我 我只是在跟你陈述事实 年轻人 何必这么固执呢 你是你 你老爸呢 是你老爸 我能够提供给你 施展自己才能的舞台 就足够了 选择对的道路 对年轻人来讲 真的很重要的 要说 我呢 不知道我选择的道路到底对不对 不过 我只知道 我弟弟是你带走的 我们魏家本身幸福圆满 是你给破坏掉的 所以在我们魏家人心里 我们是永远不会原谅你的 所以呢 姚叔 我真的没有办法 可以在您陈大瑶给我的舞台上 尽情示着我的才华 对了 你已经霸占魏家的一个儿子了 难道另一个儿子 你也要霸占吗 谢谢你 再见了 对了 这次项目 我分文不收 您对我的投入和付出 我会尽快还给您 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必须离开中法 谢谢你的栽培 你保重 她要离开 那 要不要召开董事会 商讨一下违约赔偿的事 还有 说我先打了几次电话过来 非东晓想约你见面 你必须离开 mudar 召开董事会 议题呢 出手一围 阿芳谷 这是阿娇 你去车上等我 好 坐 我是魏斯坦的妈妈 阿姨好 你好 喝点什么 不用了 其实您来我是有预料的 您就说正事吧 我相信你也知道 现在是一个特殊时刻 报纸上都有灯 我和他爸爸 要是直接去跟他 谈一些事情 他可能会比较逆反 所以我今天找你 也是希望看看你 愿不愿意劝劝他 你想让我劝瞎仔 回创新对吗 你很聪明 对不起 我办不到 为什么 因为这是瞎仔自己的事情 他应该自己做决定 不过 瞎仔已经决定 从中发撤出 至于他会不会回创新 我觉得 等他考虑清楚了 会有答案的 看来 你们在这之前 是商量过这件事情的 不管是我还是您 我相信 都想要尊重下载自己的决定 我已经检查两遍了 所有的资料都细全 你办事我向来放心的 只不过这一次呢 招标的项目比较大 我们中发地产呢 成立了这么久的时间 之前接的 都不是什么可圈可点的项目 能不能够上一个台阶 再次一举啊 还是您有远见的 在别人还没意识到的时候 就发现了商机 提前成立了地产公司 加上您的港商身份 政府的合作意向 会更倾向于咱们 看看香港就知道了 南边的房地产市场呢 才刚刚开始 您将一围实验室 割舍给魏东晓 也是因为要全力 做这个事吗 通信领域这一块呢 单靠魏斯坦他们几个孩子 毕竟还是有局限性 产品过于单一 很难在市场上 立于不败之地的 不如顺水推舟 在我把全部精力 投入到房地产市场之前 可以把一围卖个好价钱 就算魏东小不领情 杜芳也会明白的 但是 创新以前的研发团队 再加上魏斯坦 如虎添翼啊 这个可不好讲 他们负责两个人的性格太像了 都喜欢掌控别人 魏斯坦在我们中发的时候 我完全信任他 全权让他负责独立研发 所以才会激发他们的斗志 可是在创新 就不一定了 魏总 你找我 怎么样 这次回来感觉不一样了吧 从今天开始啊 你就是创新研发部的副主任了 之后就是负责这些项目的研发啊 保管空啊 你来负责 魏总 你没搞错吧 副主任 是 你负责这个项目研发嘛 外面人都讲啊 说创新这个研发部 那就是工程师的天堂 是不是 你擅长这样 魏总 我明白了 您还是不信任 我信什么信不信任 我不信任你 我花那么多钱 把你从议委买回来 如果您真的要信任我 您就应该直接给我个正主任 把所有的技术研发交给我 而不是找一个人在身边看着我 哎呀 真是年轻人 你急什么呀 慢慢来脚步放得稳一点 扎实一点好不好 创新是一个集团 它有强大的研发团队 复杂的人际关系 你以为是你之前那个议委啊 两三个人是吧 你两个人 慢慢来 魏总 首先呢 我想请您尊重议委 其次呢 在我心里面 一分和九十九分没有任何区别 如果您足够信任我 您就应该把十全交给我 而不是给我一个副主任 当然了 如果您不信任我 就算您给我九十九分 在我心里都是零 你不吃饭啊 几点了还吃饭 就你啊 每次吃饭都这么晚 干吗呀 看出来我有心事啊 还不是你这个儿子啊 好高无援 我让他做研发中心副主任啊 他好像还不满意 他要做什么 董事长 我这是越来越搞不懂他了 你这个儿子脾气真的很像你 真的 你看到他什么样 你就知道你自己的臭脾气什么样 小的时候又没怎么管过他 天天搞研发搞事业 现在长大了都不用你管了 是 下次再也不是我眼里的恶 做算数题的小孩子了 还算数题再过两年啊 结婚生孩子了 这个话题说得也很早啊 真正选老婆我们是一定要把关的 你看那天 那个女孩你也看到了 那是什么正经人啊 我现在希望夏宰啊 到公司以后 专心投入工作 是不是啊 年轻人现在是创业阶段 夏宰我跟他说了 叫那个女孩子换个工作 换什么工作呀 你换一个人不就完了吗 那个女孩子搞不到 他能换什么工作 你儿子喜欢他 你儿子喜欢他 你能管得到吗 我当然能管了 你看着 我一定把他管住 你信不信 你们都放心啊 没事 我们连长魏总一会儿就来了 没事没事 赶快录王就完事 王三哲 魏总 你搞什么你啊 你你你你 你怎么搞到这里来了 我不看我战友去了嘛 结果碰到找茬的 我就跟他们干起来了 你多大岁数了 我数出的 这不年得过完一列生日三十五岁 三十五岁你还打架啊 不是 你看看 这都是咱们原来工程兵的老战友 你可能不记得他们了 他们都记得你呢 这 连长你不记得了 我是阿牛 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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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水电部队的 对啊 你们好你们好啊 就是今天我们见面这个地方不太好啊 那那需要办什么手续 不不不需要 全完事了全完事了 大家反正就是都饿着肚子的 咱找个去 你就这都吃 阿凡啊 我我刚到啊 没事没事了啊 就是今天这样 你一会儿也过来一起吧 都是我们水电部队的老战友啊 我们今天就当是这个战友聚会了 我们一块聚一下 你你过来 就就还是这个地方 我们在附近找一家饭店 你去找一家饭馆 好 好 你呀 魏总现在是大老板啊 哪有啊 来来来来 谢谢今天这个机会啊 正好啊 大家聚一聚 欧明你跟大家喝好啊 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我帮你 我喝场就好了 我开车啊 来 让你们嫂子自己倒茶 有没有演这些啊 我这不是再倒酒吗 咱们当年那批工程兵啊 都是为了建设男兵留下来的 他转业以后呢 很多人都没了工作 嫂子你也知道咱们这帮当兵的脾气 就知道干活 那是有十分力绝对不留一分 这打工那打工的 也都是为了混口饭吃 最近这行情不是很好吗 我们这帮当兵的战友 就出来摆摆小摊 没想到还碰到找茬子了 我正好赶什么 就跟他们干起来 你这脾气永远改不了啊 喂 你那边还招不招人啊 能安置多少是多少啊 还招人 三成和小陈知道 现在我们那个通信公司这一块 从这个保安处到销售部 几乎全是我们部队战友来的 还怎么安排啊 研发部肯定不行吧 其实啊 他们几个干过一阵倒卖 被抓罚了款 从那以后就没有再干过 其实 我们没有什么文化 只知道出蛮力 咱们刚到南宾那段时间 到处地盖房子 搞建设 现在想起来啊 我这心里边啊 还是一股子力量啊 那这样的话 那建一个队伍搞工程的嘛 搞什么工程啊 房地产的 小哥 我觉得阿芳姐说的也是道理啊 你想想你以前那些战友 不是盖房子就搞基建 那个速度是超运速啊 不是能力 对啊 三天一层楼的奇迹啊 大家都有参与 是不是 现在啊 南宾到处都在开发 又刚刚颁发了什么商品房条例 搞房地产很有发展的 那太好了 你做什么呀 喂 你干嘛 你带头干啊 我们这些人干活 不输给别人啊 回头 我再把这些工程兵老战友 都召集回来 没有问题啊 没问题 你吃个烧鹅吧你 是 现在南宾啊 房地产的前景确实非常好 但是我们公司通信这一块 也是一大摊子事情啊 阿芳广告公司那边忙得要死啊 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搞这个 跟你们讲啊 好够物远要摔跟头 等等再看啊 来来来 来来来一起喝一杯啊 来来来来 难得今天见面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干杯啊 来来来来 你说你啊 酒量也没那么好 又爱喝 还喝那么多 那么多战友聚在一起 不容易的 你那边啊 现在怎么样 嗯 什么 问你那边现在怎么样啊 经营啊 回款啊 冲击肯定是有的 但是不大 我们的产品啊 在市场上还是站得住脚的 问题不大 但是下载啊 对于我们有很大帮助的 当初人家回来啊 正确 你看你那个得意的样子 喂 嗯 你们创新啊 现在这么好 要不要考虑 来我们华商 投点广告 你们那边怎么了 影响很大 哎呀 钱收不回来啊 我现在这样天天印刷啊 成本价都比杂志价钱高 现在广告要是进不来 我怎么撑得下去 都说这个广告啊 是经济的晴雨表啊 看来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啊 阿什妈 我刚刚跟你讲话呀你 嗯 让你来给我们投点广告啊 哦 可以啊可以 那就 先做三期 三期 嫌少啊 哇你真是 三期我送给你了 我还要你做 你说你们创新啊 好歹在你们行业 也算是大型企业 挤牙膏一样 好好好 那就 六期 好啊做半年的 明天我让广告部的经理 和你推荐好吧 支持你 你今天晚上睡沙发啊 为什么啊 我沙发都不给你睡啊 你去睡阳台 阳台蚊子多 干什么啊 干什么 你现在日子那么好啊 你不该放点血吗 你放血不放给我 你放给蚊子好了 蚊子喜欢你啊 血甜呢 哎呀阿方啊 你别看这个样子 好好好 你说你说就算了 你说 好吧 我说什么 你说几期就几期 好不好 八期 十期 我跟你讲啊 明天让你的经理跟我联系 好 买五年 五年呢 五年多少请你算一算 算啊 你把车停下 我换辆车行不行 你换老婆可以啊 我还是睡阳台吧 再吃点鱼啊你们 阿西啊 叔叔跟你说那个事情 你怎么样 想清楚了吧 魏叔叔 其实我想念完大学再出去 不要不要 是啊 我告诉你啊 能早出去就早出去 出去与开拓世界不一样 你到了那里你就知道了 你会很开心的 嗯 嗯 资质那么好 要走在你同龄人的前面 相信我 现在办出国有那么容易吗 当然不容易了 想办法也要出去啊 是不是 你支不支持妹妹 少妹自己做学令呗 我不说我不说 吃饭 你掉的满桌子都是 出去也好 你看看你 你看看我们 来 学的东西也不一样 叔叔这样做真的是为了你好 你看我和你爸爸 我们那个年代年轻的时候 没有这样的机会啊 你要珍惜你现在这个学习的条件 出去 多长长见识 把好的东西学回来 是不是 我们在一起啊 生活了这么久 叔叔 从你身上能够看到你将来 会是一个有成就的人 你会走得更远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 现在的一时冲动 影响了自己的前途 嗯 我们真的对你寄予好吗 赫兴 你真好 赫兮 你真好 再见 南兵 再见 魏叔 方毅 夏宰哥 再见 城墙 我 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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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么认真 啊 夏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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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宰出来了 来了 过来过来 妈什么事啊 什么事 很认真的啊 今天啊 我想跟你们一起开一个家庭会议 开会啊 不要看了 开什么会啊 开会认真开会 就听我讲啊 来 喝茶 好 难得家里人在一起开个会啊 报纸你看了 看到这个没有 特区住房改革 货币分房 看到没有 有没有什么想法 这 这早看过了 货币分房以后肯定是个趋势 嗯 好了 散会啦 什么散会呀 我很认真的 那 你们看到的呢 是一个政策 我看到的 是机会呀 你要干什么 买房还是怎么样 这个房子不好啊 我买什么房啊 我想盖房 你老是笑我很认真的 你妈妈 要有大动作啊 要盖房 在哪里盖 成立一个房地产公司 做房地产开发吗 那天饭桌上 随便那样一讲 你当真了 我不是随便一讲的 我早就有这个想法 刚好那天说起来 你看 现在政策这么好 你那些战友呢 他们又有经验 对不对 那么我们 也算是有一点经济实力吧 为什么不干 现在机会那么好 多少人抢着干呢 我跟你讲 创新通信这一块 整天忙的什么样 你就知道 还有你那个公司 你那拖子开身啊 哪有精力去搞房地产 那么容易 我那个公司啊 现在没有问题了 都上正轨了 我就随便帮他们看看就好了 我大把时间 精力又够 我杜芳啊 又有想法 又有精力 又有时间 怎么样啊 我是真的很认真的 你帮我想想啊 不过现在国家政策 确实对房地产有利啊 是啊 你这个想法啊 怎么样 真是可以 可以啊 我们之前那个 工程兵转制的时候啊 不是有一家公司吗 你明天 跟这个王三成 联系一下 去了解一下 看看那个公司资质 是不是完整 如果完整 比你自己重新做一个公司 要容易很 那样就更好啊 还有啊 我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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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满 你心满 就让我打歌声 穿过海的波涛 去追寻找阳声唐 当钟声再一次 翘翔在黄昏 迷惑中是你万归的亲人 匆忙的脚步 滚动的红尘 不解的是我们温暖的初心 永不对爱说停顿 永不停止口向你心奔 现在就让我的歌声 穿过海的波桃去找回那份纯针 永不对爱说停顿 永不停止口向你心门 就让我的歌声 温暖的 ниб相